我跟老师报告一下 有时候我们在拍影片的时候 角度问题或是高度 我希望只出现这个漂亮的区块 那点到这个影片他可以做什么 切割你懂 删除你也会 那这个是定格 定格的瞬间冻结 这效果也不错哦 我们先跟大家看一下 这倒拨 什么叫倒拨 倒着走 倒着拨回来 从最后一个拨回来 这也蛮有趣的 不过这个我们先来听 我们先看裁切好了 裁切 你看见吗 我只让他看哪里 看这里就好了 这里是最美的地方 桥的地方 按确定就好了 所以这次影片呢 你在播的时候 看的是这个 老师有点模糊 对 如果你拿手机拍的是4K 这样就不会模糊 要是当时你影片的品质是怎样 OK吗 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的 我们来看这个好了 我把这先加进来 老师先看一下这影片 这影片怎么走的 是这样对不对 那这影片我给他倒着拨 这里 什么叫倒着拨 你刚还记得刚刚旋转的方向吗 倒着拨一样声音要把它去除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尾什么 旋转方向不一样哦 这是由最后一个拨到最前面那一个 我们一开始不从这里吗 整个影片颠倒就对了 这在做什么呢 一般电视场演什么覆水难收 一个大侠水泼下去就拍泼下去画面 然后拨的时候倒回来 好像发展神光把水收起来 没有可以收起来这种功能 倒拨就好了 你有听懂吗 听了就了解了对不对 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看什么东西 这边还有定格 什么叫定格 譬如说介绍交通安全 以这个来说就这个好了 那正常速度是这样对不对 我拨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我可以加个定格功能点 什么定格你看看画面 这时候不动 然后说不动做什么 你就是要开始加说明了 就跟你讲车不要开那么快啊 这里就可以加文字说明 那拨到来也继续走 那因为是同一个影片 从里面取一张图来做定格画面 所以在展上会非常流畅 通常这里不是只有定格啦 这里开始加什么 加什么 你别闹你怎么可以 不可以 要守规则 加来这里要守规矩 那我就不打字了 那这个文字要跟他做什么 对齐 对啦 所以在播影片的时候 这边加一些宣导有没有 你就干嘛就是这么危险 跌倒了你看 这是要叫你要小心啊 继续再往下播 这就是定格的效果 功能介绍 这样了解定格吧 到播也讲 这个是左右交换 来来看这里 看到吗 那如果这影片拍回来 我上次跟你讲过 影片角度不对 到播角度这个翻转 如果你影片拍回来 是上下颠倒 从这里可以救回来 来那删除 这全部讲完了 来老师再试一下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